它是让人预入十几万的水中小黄鱼 也是被21个省明令禁止养殖的水中魔王 今天就得大伙了解一下 这种创造了七千多万财富 结果又被抛弃了的太湖银鱼 要说太湖银鱼 就要说太湖里的三白 分别是银鱼 白虾和白鱼 而银鱼呢更有鱼类皇后的称号 这银鱼给人最大的印象 就是藏不住自己吃了什么 这一副透明的小身板 别说吃了什么 就连怎么消化的 那都是看得一腔而出 早在康熙年间 据传就被列为贡品 专门贡给康熙 有人说是真的吗 这还真不好查证 不论是民间传说 还是江湖也许 康熙哪都爱去 啥都爱吃 从煎饼到驴肉火烧 再到糖葫芦 就没有康熙不喜欢的 要不说康熙这皇帝当得也够憋屈的 出来了 啥都没见过 啥都爱吃 说康熙爱吃的就那么一说 也不用囊真 传闻里呢 还说原本是海域的淫娱 因为得到了康熙的喜爱 而被运到太湖里繁衍 实际上银鱼有很多亚主 而太湖里的银鱼呢 是因为自然原因 太湖封闭而被封进太湖里的 但银鱼确实是个好食材 由于肉质细腻 无鳞少次 并且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还有着很多微量元素 可以说是一种在各方面 都非常优良的食材了 并且前有程阳湖做栗子 一个大闸戏宣传的 中国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那么银鱼 为什么就不能作为泼洋户的名片 忙着泼洋户来打响名气呢 并且银鱼也不像大闸戏那样 全国都有氧 缠银鱼的地方就那么几片 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洗澡浴的问题 那么银鱼是因为什么 做上冷板灯的呢 我们接着看 银鱼什么都好 就是出水祭祀 银鱼在泼洋户的那段时间 可以说是风光无二 长时间的生活中 银鱼已经习惯了泼洋户的生态 在里面可以说是好吃好喝的生活 但唯独银鱼这个出水祭祀的特点 让它们很难吃到新鲜的银鱼 但还好还有小鱼干这种东西 于是泼洋户附近的存落 就会把银鱼晒干出售 在进步令生效之前 晒干的鱼干一年就超过十万斤 而在八十年代 集仅仅一个线就有十六万斤的产量 这就撑起了一整个国际市场 银鱼好不好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从来不愁销入的 18年新鲜鱼鱼价格高到三十元一斤左右 而晒干的价格更是高到了200到300元一斤 看到如此好的经济效益 21个省都考虑引入银鱼作为财富密码 毕竟谁家没个糊 又是本土品种 全世界总共有17个银鱼品种 中国国内有16个 这里面又有6个是特有品种 卖的又好又不愁销路 于是在1979年的时候 云南滴池便作为试点 第一个引入了银鱼的养殖 几年时间过去了 银鱼也不负众望的爆了户 一年1500万吨的产量 甚至远远高于颇养户 眼见滴池都成了 其他省也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引入银鱼 并且还对养殖方法进行了改进 缩短了成长周期 一年就能补牢出兽 远远低于以前的养殖时间 并且成本还低 在潮火的补牢季节 每天就有2000艘预传同时在作业 一艘预传十小时内 最多能捞到4000斤的银鱼 一天就能进账数万元 但就是如此势头大好的银鱼 却突然被进补了 银鱼进驳 核仙遭养 为何如今银鱼石头远远不如以往了 本来石头大号的银鱼突然出问题了 倒不是银鱼本身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养银鱼的狐出问题了 在那些引进银鱼的省份里 有些是原本就有自己的核仙产出 本来打算一网双收 既有特产也有银鱼 但随着银鱼的引进 发现自己家特产那是一天比一天少 后来经过观察之后发现 银鱼的作息和其他鱼不一样 其他鱼正处于冬季休眠的时候 银鱼反而偷偷摸摸的孩子活动 甚至搞起了破坏 冬季本来食物就少 尤其是北方更是如此 而水草和饲料都不能满足银鱼的需求 银鱼就把目标放到了 户里其他鱼类的卵上了 趁着爹妈睡觉的时候 偷孩子吃 生动底下了什么叫柿子 要捡软的捏 于是各家各户的鱼类越来越少 甚至还在银鱼肚子里发现了小鱼鸣 于是各地赶紧停止投放银鱼 保护湖里的原住民 这才没让原住民摸不到头皮 而到了现在 也进入了太湖为期十年进步期的第二年 进步无非就一点 科技水平发展上 银鱼的产量已经跟不上捕捞量了 既是为了以后还能有银鱼吃 也是为了银鱼这个种类的发展 所以太湖党逼宣布颁布进鱼期 保护银鱼以及湖里的生态环境 再加上有罗贝鱼和青道夫作为前车之鉴 相信暂时的离别 只是为了日后更好的相聚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